我的土到处来晒一下 晒几天又可以种别的东西了 虫子太多了 所以说必须得晒一晒才行 晒过之后 像蚂蚁 还有蜗牛 遗体虫这些都没有了 以前很多蜗牛跟蚂蚁的 现在就是这个潮黄满 还没有解决 别的虫都好咬育 土还是很松的 打开明天出太阳的时候就可以晒了 白天太阳太大了 所以傍晚的时候才来弄 这一带还有一些胡萝卜 先把胡萝卜拔了些 哇 这个胡萝卜很大 胡萝卜要长大一些 看来还是不能看命 哇塞 现在有这么大一个了 比之前好多了 这些是后面长出来的 这两棵还是刚刚长出来的 哎呀 真的比之前漂亮多了 看来胡萝卜真的不能种太腻 上次建掉没多久 就这么大一个了 看 可以可以可以 我的胡萝卜终于长大了 上一次建掉到现在 才过了13天时间 胡萝卜长大了一半 所以说这个胡萝卜一直长不大 就是之前长得太 种得太密了 还是不能种太密啊 种太密就会长不大的 好重啊 弄不动 先弄去过去 前面 坐下 好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晒上两天 然后就像这里这样子 收起来收做一堆 再用胶纸把它盖住 然后这样太阳一晒下来 里面的温度就会很高了 这样子也能杀死很多虫子 像我像这样子晒了之后 像根柳病 根结线虫 蚂蚁 蜗牛 鼻涕虫 这些土里面的虫子都没有了 现在就是差这个潮黄满了 这是最让我头疼的 像潮黄满的话 我就得炒过的土 像这一袋土 就是我已经炒过的了 这一箱土 还有这边 这一箱土虫子也很多的 我明天也要把它翻晒一下 到时候有必要的话 可能还要把它炒一遍 然后再种香